三星正式发布了全新的Galaxy S22系列产品 延续了之前的中杯、大杯、超大杯的组合 包括Galaxy S22、Galaxy S22+,Galaxy S22 Ultra三款产品 售价分别为799、999、1199美元起 与去年保持一致 那么与前代产品相比 它们核心的配置常规迭代外 还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产品设计方面 S22、S22+,更小、更薄、更轻 Ultra版本、Note化 S22和S22+,在整体设计看起来 与前代并无明显变化 不过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 这一代的摄像头模组不再与中框连接在一起 放在当下的产品中依旧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同时在机身尺寸上进行了缩减 S22和S22+,的三维尺寸 与前代S21和S21+,相比 变得更小、更薄 屏幕尺寸也随之缩小到了6.1英寸和6.6英寸 比前代小了0.1英寸 同时167克和195克的重量 比前代轻了2克和5克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的S21、S21家的背板都使用了聚碳酸纸的材质 而S22、S22家上则升级到了连宁大猩猩Viktors家的玻璃 让产品更加耐刮和耐摔 而且质感也更加出色 三星也将在Galaxy C Flip 3和Galaxy C4 3上所使用的装甲铝材质 引入了全新S22系列当中 让其拥有了更为坚固的中框 它们成为了首款采用改材质的非折叠手机 S22 Ultra在设计上对比前代的变化则就比较大了 完全走的是Note系列的风格 整体更加方整 我愿称之为Note22 Ultra 与前代需要额外配备S Pen不同的是 S22 Ultra成为了S系列上首款内置S Pen手写笔的产品 和之前Note系列一样 它将手写笔隐藏在机身内左下角 全新的S Pen的延迟由之前的9毫秒降到了2.8毫秒 支持更多种文字 并且会通过AI来预测落笔方位和路径 来帮助书写识别 另外 S22 Ultra的摄像头模组与背板融为一体 每颗镜头拥有独立的设计 在机身尺寸上 S22 Ultra的三维尺寸 与前代产品相比 厚度上没有变化 短了点 但更宽了 屏幕依旧为6.8英寸 228克的重量上比前代多了一颗 这里多说一句 这次S22全系有着四款配色 除了药叶黑与梦白 露松绿三款一样的外 S22 S22加有浮光粉 S22 Ultra则有肥影红 除了这些之外 在网上商城都有专属色 S22 S22加有远山灰 慕斯白 胡宇兰 浅勋子 Otcher有远山灰 胡宇兰和蔷薇红 总的来说 S22和S22加依旧延续着前代产品的设计风格 在细节上进行了优化 而Otcher版本则让Note系列获得了重生 完全Note化 三星完成了S系列和Note系列的整合 屏幕方面 整体微小升级 峰值亮度再创新高 三款产品依旧都采用了打孔屏设计 S22 S22加为直屏设计 S22 Ultra为微曲面 四面边框都很窄 视觉观感上很不错 它们都采用了第二代动态MOLED屏幕 在屏幕的参数上 与前代对比有着小幅升级 S22 S22加依旧是1080P分辨率 不过支持了10-120Hz自适应刷新率 比前代的48-120Hz有所升级 理论上可以更加省电 S22和S22加的屏幕峰值亮度 分别为1300尼特和1750尼特 前者比前代的1500尼特低了一点 我个人感觉是出于对续航的考虑 它的电池容量确实有点小 近4500毫安 而1750尼特则比S21 Ultra的1600尼特还高 再创新高了 S22 Ultra则依旧是QHD加分辨率 支持1-120Hz自适应刷新率 比前代的10-120Hz更近一步 它的峰值亮度也是1750尼特 镜头方面 S22和S22加的主摄获得升级Ultra型号 迎来优化和细节升级 S22和S22加的主摄升级 从1200万像素 升级到了自家的5000万像素 支持全像素双核对焦技术 超广角依旧是1200万像素 三倍长焦与S22 Ultra一样是1000万像素 主摄和长焦都支持OIS光学防抖 前置镜头没啥变化 还是1000万像素 S22 Ultra在相机的硬件配置上 则与前代保持着一致 依旧是1.08亿像素的主摄 加1200万像素超广角 加1000万像素三倍长焦镜头 加1000万十倍长焦镜头的四摄组合 不过进行了一些优化 以及加入了一些新功能 比如引入了高级夜间模式 来提升夜拍水平 自动构图功能可确保摄像头 始终追焦在拍摄对象上 无论取景画面中是1人还是多达10人 照片存储支持高达16bit RAW格式 能够保留更多图像数据 来满足更出色的编辑效果 与专业创作者的需求 拍摄时支持ISO和快门速度的设置 并可调节照片明暗 白平衡以及冷暖色调 还可以手动对焦拍摄对象 电池方面 迎来45瓦快充 S22容量缩水严重 三款产品都将搭载4nm处理器 为全新骁龙8移动平台 属于硬件配置的常规迭代 S22、S22加 分别配备一块3700毫安和4500毫安电池 与前代产品的4000毫安和4800毫安相比 有着小小的缩水 Ultra版本依旧维持着5000毫安的电池 而在充电方面 本次S22加和S22Ultra都升级到了45瓦快充 对比前代的25瓦充电速度会更快一些 而S22则依旧维持了前代的25瓦快充 有些遗憾 但他们都支持15瓦的无线快充和无线反向充电 最后总的来说 S22和S22加对比着前代 除了硬件上迭代外 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小幅升级 Ultra版本则直接可以看作是Note系列的全新旗舰了 对于Note系列用户来说 是一款非常值得考虑的产品 三星也完成了S系列和Note系列的整合 一方面让S22系列产品可以同时满足了更多两个系列的用户 另一方面 今年的旗舰产品也正式变为了Galaxy S加Galaxy Z的组合了